其中有一笔的面积 0.18平 是487还是4抠 家门林国庆先生 是否和大家说一下 台湾哪里可以用400多元 买到一栋房子 正面回应对手林国庆 一而在对他财产申报不实的指控 民进党家一线立委候选人 陈冠婷怒了 你如果不懂那也没关系 我愿意一直讲给你听 直到你懂 但是如果你懂 却装不懂 那这就是抹黑 以不实的内容 文字以及图画 来攻击如实申报财产的陈冠婷 相关的黑函 已经严重的违反 公职人员选举败免法第104条 意图使人不当选罪 陈冠婷已经违请律师 正式向嘉义地检署提起告诉 对于黑函满天飞 陈冠婷决定以送指棒 但令他气愤的还有 另一名武党籍立委候选人 挂出他和赖清德同框的布条 涉嫌鱼目混珠 民进党三七立委赖清德 唯一支持党提名的五号陈冠婷 企图影响险情的手法 目前党部以严重提出抗议 强调蹭承车承冠婷 强调蹭承冠婷的假布条没用 和赖清德同车扫街的陈冠婷 开出正牌的自己人 民进党加一线党部 呼吁选民千万不要上当 东西宣布兰陈冠婷在嘉义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